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承和发扬中医药传统文化的旗帜 这就是滨州华海白电风医院 一家在全国乃至世界享有盛誉的大型科研医疗机构 白电风是一种世界性疑难病 仅我国就有患者一千多万人 社会危害严重 面对猖鹏的白膜 一位学者勇敢地举起了科学之介 他就是被誉为治愈白电风中华第一人的成奈华院长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他创办了滨州市白电风研究所 开始了治根研究 经数年前新攻关 创造性提出了黑白同病 黑白同质新理论 研创成功了黑素再生治滇新技术 此技术经专家鉴定和临床验证 疗效达国内领先水平 被列入国家科技公关计划 先后荣获山东省科技进入奖 首届山东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奖 山东省优秀科技咨询成果奖等多种奖项 并在医药学核心期刊 发表了五十余篇学术论文 出版了白电风新论 疑难病治疗进展等多部学术专注 我是患者好年的母亲 来自刘洪沈阳 我的孩子今年上高中二任级 当时我们也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来到了这里 到这来之后确确实实感觉到 这个医院非常的专业 在治疗白电风确实实有得到之处 经过了半年多七个多月的治疗 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全部好了 在这个1999年9月10月来的治疗 应该后第六条旧名下卡都写过来 经过两个流程的经纪治疗 我的病完全恢复了 这些文化作业都很正常 我十分多感谢 成亚人和编组化合毕业风 医院的大夫们 是他们勾出的艺术 让我过上了正常来的生活 让我和家里有的华盛协议 在这里请允许我和所有的 北电风病友说句心理话 要治病就下着国家科技公伙项目 在院后那院后 治病还是黑素再生中院后 在院那院疗效救出沙东 病毒还和北电风医院 华海白电风医院被评为全国十家白电风医院 中医药治疗疑难病 明医 明院 全国先进民间组织 成院长个人先后荣获首届山东十大杰出人物 山东十大创新人物 中华成功人士 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称号 受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赦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借鉴 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 健康报等多家新闻媒体 进行了详实的新闻报道 情细患者奉献社会 十二年来 该院在救助困难患者 失血儿童 敬老住残等公益活动中 捐款捐物数十万元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 自主创新 服务科研 该院抓住了创新发展的有利时机 先后和美国 约旦等十多个国家 达成了合作意向 市场得到进一步拓展 会把功课完及 造福社会的建院宗旨发扬光大 该院将以科研为中心 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力争到2015年 将华海打造成为 世界白电风科研医疗的第一品牌 为中医药走向世界 做出贡献 让我们由衷的祝福 新州华海白电风医院的明天 一定会更加灿烂与美好 而言之邀请茜与美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